视频的拍摄呢 其实我是像陈龙大哥一样卖命的好不好 上面有个盖子挡住这样防水 简单而有效 我一进来就看到厉害的东西了 我能看吗? 可以 在2019年上学期审送考试 还有考试呢? 这是房租价格的单子是不是? 这是李师傅住的房租 你干嘛把它贴这儿 然后一直放在兜里边 想着房东说了 这个东西丢了 押金就不给你退了 后来一想 我就直接把它粘到墙上 这个不会丢 然后就每次交房租开了一个搜据 我就把它粘上了 一点一点它就形成了 好像有习惯了 那我这边看16年6月的这个单子 就是押金800,房租800 也就是三年前是这个房间吗? 这个房间的房租是800块 那一路涨,涨到了1100块钱 你的一天是怎么样的? 早晨可能最近早一点 以前的话都是要到中午才起床 先睡 对先睡 把那个觉要睡好了 然后出去跑单子 骑着摩托车 因为你觉睡不好的话 骑车很危险 然后晚上的时候又不那么困 所以说每天工作时间在中午和前半夜 然后晚上12点左右再睡 但最近的话就是时间一点点的就往回调整 那你工作会从中午比如说12点 一直工作到几点? 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到晚上10点11点左右 那也差不多有将近10个小时了吗? 嗯 有 有10个小时了 有时候会超过 最长的时候你记得有工作到多晚吗? 最长的时候是早晨7点多到凌晨两三点钟 那是最长的时候 20多个小时了 相近20个小时了 那方便透露最忙的那种月份 你觉得一个闪送员能挣多少钱吗? 月份的话没算 一天的话我的记录是900多差不多1000 合成是多少单呢? 这么算的话送多少单? 有十几单不到20单 一天送不到20单 然后能挣不到1000块钱这样子 我会觉得闪送是一个很辛苦的活 辛苦是很辛苦 送20多单 送多远啊?平均距离 平均距离的话 你像新的闪送员刚加入的 他们就是送一些小的单 比如说10公里以内的 5公里7公里8公里的 像我们这些老闪送员 就是比较愿意跑一些大单 大单可能就是三四十公里 会挣的也多一点 对四五十公里 你送过最远的单 是从哪到哪?记得吗? 我送过最远的单 那就去河北了 从北京送到河北了? 对对 比如说廊房 固安 一单就是100多块钱不到200块钱 开你的摩托车去 对 开你的摩托车去送河北的单 对对对 有遇到过特别难忘的事吗? 高兴的不高兴的都可以 当你接到这个订单以后 取上件了 然后这个收件人立刻就给我打电话 师傅您能快一点吗? 我给你加点小费 这是高兴的事? 对对高兴的事 然后去了的话 确实令你挺高兴的 然后他会出小费 但是不高兴的事 说一个不高兴的 也有就是 你认为你送的已经很快了 但是收件人还会说 你怎么才来 有那种 就感觉你送过来 我感觉我已经很快了 送过去了 他就是没感觉 无所谓 感觉我没必要给他送这么快吧 比如说有的人寄东西 他可能说是下单的时候说5公斤 当你到地方一看 发现他不是5公斤 可能10公斤 或者更多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跟他收这个操纵的费用 这个时候寄件人他不愿意付 可能会说一些语言上 你无法接受的话 比如说我给你加5块钱 我说5块钱不行 这么多东西 他说人家都能收 你为什么不能收 会有这样的话 但实际上按照公司标准的话 可能这个单要加上24块 可能会更多的 你要送的这个东西 你要去考虑他到小区以后 你是不是需要走很远 因为好多小区 他不让你摩托车骑进去 他本身就操纵了 然后又不给你加钱 包那么重的东西 对 你要大热天的 你要包那么多东西 我想去办 这个是对我们来讲 影响心情了已经 我们去看摩托车吧 好 走 这边还有美团的 你不做美团吗 我之前做过一段 你还做过美团啊 对 之前做过一段 美团它是一次性可以接好多单 比如说3单 4单 5单的 我把食物都放在里面 对 都放在里面 因为你接第一单的时候 它都已经开始计时了 然后你为了多赚钱 你会接第二单 第三单 第四单 后边会有点完成不了 对 当你接到第四单的时候 你就发现第一单的时候 只剩下20分钟 所以说你就要疯狂的跑 因为你如果这单超死的话 它会被罚款 也会遭到客户投诉 投诉这个事 对你们来说很要命吗 很要命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是资金上 就是说 因为你的工资上会有罚款 另一个就是说 我们都有积分值 当你的分数过低以后 你想接到好单子 你也接不到 这是你的宝马 就你闪送专用的 跑了快到41,000公里 对 8年跑了4万多 对 6个月跑4万多 一个月跑6千多以上 而且我是那种 还不是那种每天都出去跑 有那些 他们就是每天都不停的话 有那样的闪送业 那种闪送业的话 跑的就更多了 每天都200公里以上 每天都要200公里以上 我能看看你的车的细节吗 可以 还写着Suzuki 手机夹这儿 充电的 给手机充电的 虽然脏一点 不敢把它擦得太亮了 骑闪送摔过吗 摔过 分心了 这个时候你看手机 没看路 然后 撞到隔离户篮上 还有一次是 右转的时候 没有看飞机动车道里边的车 被一个电动车给我撞到 速度都不快 就还好 车的话就是有点小磕碰 雨天你觉得是不是最难送的 对 为什么 路滑 北京的路跟平常的路不一样 因为路面经过的车太多以后 路面好像被车轮磨得都光滑了 尤其是标线上就更滑了 头盔视线又不好 赶到晚上的时候 那就没法跑了 我看看里边的样子 放东西放在里面是吧 对 但物体要超大怎么办 超大可能会往前面 刚说小费 最多一次小费收到多少 200 那是什么情况 他为什么那么开心对方 当时是送了一个很小的东西 就是因为那个人在国贸喝酒 然后他那个酒吧里边不允许吸烟 但是他拿了一个电子烟 他那个电子烟里边装了一个什么烟蛋 没有了 然后他让我送过去 他说你快点过来 你大车过来也可以 我给你报销 后来我说大车就不用了 我骑着摩托车给你送过去 他说行行行行 你一说快点 然后给他送过去 人家直接套了200块钱小费 我都能想象得到有多开心 他真的太开心了 难忘的回忆 难忘的回忆车 然后我前两天听的一个段子 跟大家分享一下 说有一天下班打不着车 实在打不着车了 哥们就灵机一动 打了一个货拉拉 就是北京的拉货的小面包货车 然后司机来了说货呢 哥们说我就是货 然后我们就在聊说 会不会有人也会打车 打不着了 找闪送的哥们来烧一程 遇到过这车 遇见过一次 他是要搬家 当时是需要搬一台电脑 就是老式的台式机 然后他当时正常的话 下单的话是 应该是26块钱就够了 但当天我看到的时候 那价格已经达到71了 我一看怎么这么高 然后他说重量上是 他写的重量超重 然后我就把这单子抢过来了 到地方去一看 他说一台小机箱 我说你这是搬家是吧 我收件那个地方有人吧 他说我也要过去 你把我带上吧 因为那个路况特别不好 我没有办法 他说那这样吧 我搭个车 我叫个滴滴 到楼下以后 他一想 他说要不这样吧 你把这个机箱 放到我那个车上吧 我放滴滴这个车上吧 我和这个车一起走 然后你跟着我 到地方呢 你帮我把这个电脑 送到楼上就行了 那他其实是缺人 帮他把东西搬上去 对对对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帮我把货搬上去就行了 来都来了对吧 不白来 要李师傅帮助我体验一下 当闪送员的生活是怎么样 所以我如果是你的话 我应该早上骑上我的车 就应该出发了吧 要我换上工作服 带上工牌 有吗有吗 有吗 有工作服吗 我体验一下 有有有 这个我们先验一下 我那都已经晒褪色了 今天玩嗨了啊 哈哈哈 这个新的东西 新的东西 没人带过 我就入职了好不好 入职了 我就入职了 我住这来得了 哇很紧啊这个 还蛮寂寂寂 只要带一天其实很累 当然我头有点大啊 即便是这样我觉得 夏天带一天也是很累 摩托车我骑过 但是我就觉得如果真的是 戴这个头盔 夏天会非常的累 确实是一份工作 就是如果我马上想做这个事 我如果马上想加入闪送 也是可以加入的对不对 可以 拿有手机 手机加上我可能就出去送货去了 奔驰在北京的各个地方 一天200公里起 一天200公里起 我只接200块钱小费的单子 好吧 低于200 小费我不接 好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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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悲 真的挺沉的呀 我这还没出行呢 就已经开始喘气了 可咋整了 脑袋已经闷出汗了 这还没接单呢 所以李师傅觉得闪送和这个外卖 哪一个对你来说更难一些 更难 嗯 差不多 哪一个挣的更多一点 要多的话 可能外卖挣的会多一些 那都一样难 外卖挣的多 你干嘛不做外卖 外卖的话 它是按 跑的数量 你送的越多赚的越多 但是外卖的话 它会累人 因为你每天要楼上楼下的跑 闪送的话 它一次只允许你接一单 专人 不能拼单 对对对 周杰伦说的 对吧 不能拼单 然后呢 你接到这一单之后 你就一直骑着摩托车 一直跑 所以说可能内车 相对人能轻松一些 了解了啊 非常好 谢谢 好我把东西还给你 不抢你的工作了 谢谢谢谢 太难得的 太难得的机会了 作为今天的视频的拍摄呢 其实我是像成龙大哥一样 卖命的 好不好 刚才李师傅呢 在手机上接了一个单 我会记录一下闪送的全程 到底是怎么样 走 好我们一切都弄好 符合北京的交通规则 准备出发了 相机给我 好走了 好 现在呢我们从我们住的地方出发 然后去先去取件 对吧 要开多久 五分钟 就是环岛东边 因为公园那个路口那儿 他们前面有个订车厂吗 后面那条街就是 公园里边的那个订车厂吗 客户的定位不太对 所以我们去打了个电话 问了一下定位道理上 然后我发现李师傅用的手机 是罗永浩和锤子手机 坚果果 应该还不在这儿 应该在这儿 想超市 所以去想超市是吧 对 我出来看一下去 你在哪儿了 我怎么没看见你 你上次上马路中间过来 马路中间 1.2.8 都能带了 这两件衣服 他那个两个风潮 你再带回去 你装好 叫过来 有个取件密码 来收件的地址 也有点语言不详 我们大概停了两次 打两次电话 才收到件 然后送的这个地址 就写了小区没有写门牌号 也是要打电话才能问的 所以这种情况会经常发生吗 不太具体都在打电话 对 这个还要打电话问 他就写了一个小区的名字 喂 您好 我是闪送 我是闪送 给您送东西的过去 您那个收件地址几号楼 16号楼 你备注一下是吧 对 通风良好 虽然厚一点 但是它通风 然后最主要是防止这个太阳 晒着你 就是发很疼 我们送的这单距离有多远 差不多4公里 对你来说算近的 对 是最近的 我跟师傅在路上聊天 我说家务闪送到底要买什么 说这个马甲是必须要买的 50块钱 这个头盔是可以买的 头盔是189 189 小200块 然后我身后这个箱子是需要买的 100多块 150 150 其实就50块钱买这个马甲 你就可以加入闪送的队伍了 然后我也很好奇说每一单怎么分成 每一单师傅可以挣到80% 8成 闪送这家公司可以挣到20% 其实闪送并不需要提供任何的汽油 车量都不需要 它只提供整个网络的服务就好了 好 闪送 你好 7617 7617 可以了 它对一个密码是吗 对 售件是13分钟 取件稍微慢了一点 因为它那个地址定位不准 送的快积分会高吗 对 送的快的话积分会高 送的越快积分越高 对对对 跟个游戏一样 对对对 然后它会出现 您是不是本人送的 这个时候它会要喝茶 喝茶 喝茶啊 人脸实力 现在都是这样的 让眨眼 眨嘴 扁头 摇头 确认是你本人 对对对 肯定要本人送才行 恭喜恭喜恭喜 我的人生第一单 李师傅的某一单送成了 恭喜恭喜恭喜 耗时28分钟 这是干嘛呢 这个是公司要看你是否穿了装备 穿了马甲 带这个文件袋 工牌 因为这个必须要带的 不带不行 然后我因为我是王牌闪送员 还要看带没带箱子 因为有完单必须要打卡 这单是16块钱 这是收入 然后扣掉三毛钱的 这个是物品的这个保险的费用 保障费用 然后上面呢就是一个信息费用 因为它提供我们这个 这一单要收取20%的这个费用 剩下去你的吗 对 我收入的话是 10块0 12块5毛 12块5毛 恭喜恭喜 这么一趟在半个小时之内 李师傅挣了12块5毛钱 所以一天要接很多很多这种单 一个一个的12块5毛 这么去累积才是今天的收入 对吧 对 每天的钱都是这么挣来的 感受到挣钱的艰辛的过程了吗 自从做了这个行业以后就会发现 钱呢 轻易的不能花 就是之前可能去吃个饭了 花个三十五十的无所谓 但是现在不行 然后刚开始做的时候 可能去路边上买个 十块钱的炒面炒饭 感觉心情挺不太好 但是现在感觉很正常啊 能不能在路边发现这种炒饼啊炒面啊炒饭啊 但是好多城管都不让他们做 但是发现了 赶紧吃一口 因为很便宜 有一些美食城啊或者什么的 看见我们穿的一些工服的人 就会给我们相应的打折啊 或者是多给点 因为我们都是饿 特别饿的时候才去吃饭 不会说是按到 哎呀到时间到点了吃饭了 真的没有 一般情况下是一天两顿饭 早晨起来了先出去跑蛋 跑饿了也就是下午三点四点的时候 饿了然后去吃饭 穿完饭再接着跑 跑到晚上好像是八九点十点钟左右的时候回家了 吃完饭了就睡觉吧 我们会点一下今天挣多少钱了吗 会每天都会看今天赚了多少 昨天赚了多少 你今天跑了多少钱 你今天跑了多少蛋 对都会问一下 然后自己也我们相互之间也有个微信群 可能我今天接的这个单 诶 价格特别高 可能就会晒一下 我今天接了一个这么大的单 炫耀一下 炫耀一下 对炫耀一下 那你的200小费应该炫耀了 他们现在还拿这个事说事 对不对还说事 我怎么又不见这样的人 给我个200小费 对 走吧 好走接下一道 要偏僻一点 好一点小区都不让进 对对对 我们今天运气算不错的 说这个小区还让我们开进去 这样的话比较快能把这个送到 说大部分小区是不让进的 不让进的话呢 李师傅就要把车停在外边 然后拿着东西进去找 找这个客户在里 再把东西送过去 你看这个楼盖的多漂亮啊 你有设想过 有没有可能有一天你在北京有房子 我 没有 做梦 晚上做梦的时候就想着我 做梦的也没 哈哈哈哈 你住在几环呢 他们都会这样问 老家的小伙伴就问你住在几环 对对对 你住在几环呢 然后他们就会说 你住在一环 那就说明你很牛 越往后越不行 但他不知道北京没有一环 哈哈哈哈 然后我说我住在五环的边 他会感觉很远 对对对 他根本对这个地方不了解 当你到了地方 你才知道原来五环外这么好 然后来的小伙伴 我经常会带他们到五环外边 我让他说 就这边的马路交通设施楼房 你自己觉得还要怎么修建 然后他们都说不出来话 每家都什么 便宜 都很便宜 碗面也这六块钱 碗面六块钱 烧饼多少钱 所有的1块 $ 1.5 人均6,7块钱能吃饱 对 一盘菜这么大一盘 然后一个米饭 六七块钱 我刚叫完滴滴,车马上就要到了,跟两位说再见 谢谢,非常有意思的一天 祝你们不知道下次什么都见啊 祝你们的生活越过也好,好吗? 好,谢谢你们看我的视频 拜拜,跟大家说再见,拜拜 拜拜,走啦,拜拜 拜拜 跟大家们再见,我的车已经到了,滴滴在这 哈喽,你好 真不像呢 真不像呢 下次见,拜拜 拜拜,下次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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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来 我们下期再见 探进五回 топ 感谢观看